2011年的春节 对于67岁的胡炳申和老伴王金梅来说 是个不寻常的年 一大早 王金梅忙着准备大年三十的饺子 而胡炳申则摆开笔墨纸燕 挥毫泼墨 为自家写下了 宝剑峰从魔力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对联 像一个老女婚一样 挖掉了鸭菜全家人头上的这座大山 我平常买菜的时候 一毛八费 我给他搞价 讨价款价给他搞 可是你这些把一塌一塌钱 都会白白给他拿 年过六旬的胡炳申 说他自己就跟老渔公一样 挖掉了鸭菜全家人头上的一座大山 他的老伴王金梅感觉 说这白白辛苦了十年 他们说的是件什么样的事 为什么胡炳申觉得扬眉吐气 好像打了一场胜仗 老伴王金梅觉得白白辛苦了十年 要说起这件事 得从十年前胡炳申退休的那一天说起 2001年56岁的胡炳申从乡镇企业局局长的岗位上退休回家 本想安度晚年的他 却没有想到退休后的第二天 他的生活发生了突变 2001年 从这个相对去年去到岗位上退下来 这有一部分这个摘住 飞飞找到就我这个校园 我问你去捡多少钱 你只没得人都在那套这 你到底捡多少钱 他问我 我现在也不强出 面对这些一下子冒出来的债主 胡炳申一时有点找不着北 心情沉重的胡炳申没有用太多时间考虑 他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他 先要弄清当前的情况 我说你看 大家这个不要怕 我这个胡局长的委任你们是知道的 只要是我借你的钱 和我负责给你担保借的钱 如果他还不上 就这样老胡和老伴一家一家的问 一户一户的统计 最终终于理清了所有欠款 但是面对着统计出来的数目 经的老两口目瞪口呆 北京没有换的是24万零500元 这么多年离席 加起来 没有人给人家换上的 是15万零500元 胡炳申工作了几十年 零退休了 怎么会欠下39万这么一大笔债呢 说起这些 胡炳申感觉自己有点像哑巴吃黄莲 有苦说不出 因为这些钱 没有一分钱是胡炳申借的钱 但是这些债却成了胡炳申的债 我万万没有想到 只没多的企业 接人家的钱还没有给换上 胡炳申在担任乡镇企业局局长期间 为很多企业做担保解决资金困难 到这时候胡炳申才知道 当初自己替企业做担保 如今竟有39万的债务 企业没有还给出资人 老胡在位几年间 从没有人找他要过钱 所以他以为他曾经参与的借贷双方 早已把借钱的事情了结了 根本没有想到 事情竟然会走到这一步 在无人连一点情况也没有 就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这个情况卡是个啥 咋也没有情况卡 也没有这些 只有个工资本 重压之下 老胡只能去找企业对账 希望企业能够偿还当年的借款 可是当老胡跑遍了所有未还款的企业后 他的心情反而更加沉重了 在这个半期间过程当中 难免要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这就像打仗一样 有些人就牺牲了 在这十亿户里头 其风又有一个 今天厂长 就死了 面对着这些企业 想到他们不是倒闭 就是因各种原因无法再经营 老胡彻底放弃了让他们还款的希望 现在大家从画面上看到的就是夏县裴借镇的肉连厂 这个企业建于1997年 当时为了支持企业的发展 作为夏县乡镇企业局局长的胡秉升 以个人的名义从民间筹集了四万多块钱的资金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在两年之后 这个企业就破产倒闭了 老胡的家庭本来是儿孙满堂快快乐乐的 但是自从出现讨债人以后 一家人的日子也被缴得是不得安宁 老胡被这三十九万的欠款弄得疲于奔波 想到以后可能子女们还会受到牵连 老胡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你还了什么还 什么时候还 这怎么弄呢 对 所以就走头不弄 在这个情况确实我也想到轻生 哎呀我也想到你说这 不过来的话咋这个干脆 咋这个一个人悄悄的 走到黄河大桥上 装身一条一了百了 胡秉申当时还没到六十岁 他就想到轻生了 想跳进黄河一了百了 给胡秉申最大打击的 首先是这个突如其来出现的 三十九万块钱的巨额债务 另外呢 这笔债务居然出现在 他刚刚退休之后的第二天 这也让他产生了强烈的挫败感 在老胡眼里 事业结束了 人生失败了 那还活个什么劲啊 但是就在这个危险的节骨眼上 一次告别之旅改变了老胡的想法 要跳黄河吧 咱还得要 或者亲人告别一下 你说这个 我有一个当我十九岁的老鸡 八十来岁 还有个当我十二岁的老鸡 他都在村子里边 我得见见他 一踏进故乡 老胡就看见三十多年前 在这里认阵掌时 带领乡亲们种植的经济林 面对着岭上郁郁葱葱的桃林姓林 老胡又想起了当年带领群众 战天斗地的豪言壮语 等老胡一进家门 轻生的念头就被他完全放弃了 等我回到家开门以后 房子一开 我墙上还挂着 我当年 在村党支部书记的时候 一些奖壮 哎呀 我就想起来啊 你说我不过情圣 我怎么对得起 当过人民对我的培养 我也对不起 给我借款的父老乡亲 也对不起 故乡的人民群众 所以这个想来想去 我还是不能死 思想彻底转变的老胡 骑上了自行车 沿着原路回家 一路上老胡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但是他对还款 还是没有一点的办法 你说这个拼自己吧 这个时候也五十六岁了 你说工资吧 他只有一千来块钱 咋怎么换债来 尽管没有任何思路 老胡还是硬着头皮 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宣布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现在我带领全家人 和老婆 相惜相付 我就是经商也好 打工也好 我一定要把群众的钱 给换上 老胡在家庭会议上 对孩子们也特别做了声明 可是这个债务 我也不愿意给孩子们增加负担 也不愿意告诉他们 只是他们看到有多少 不大的这个秩序为我 但是我总是说有别人的钱 但是你没必要关这个事 这时老伴的支持 给了老胡很大的动力 他劝说孩子们 一定要支持自己的父亲 孩子们虽然在一开始都不能理解 多次质询老胡 但是母亲和他们谈过以后 他们都表示支持父亲的行为 就这样 在家人的支持下 转变思想的老胡 开始寻找机会挣钱还债 然而从没有做过生意 也没有打过工的胡秉参 上哪儿挣钱呢 老胡面对39万欠款 一人承担的局面 并没有退缩 从这个亲戚府再借一点钱 信用事实看 再加想法再弄 就借一点 把咬紧的给人家赶一连 还有其他人给他说一说 从现在 你不管你的利息 是一分的二分的多少的 停止利息 老胡是公务员 退休后的生活保障 就是一个工资本 从他订了约定后 就再也没从上面领过一分钱 胡秉参 每月的工资是2000多元 如果仅靠工资还债 即使老两口不吃不喝 这辈子恐怕也还不完 这39万元的债 老胡正发愁时 偏偏年关又到了 每年到这个时候 我都还要看我的老街 和我的老口 春节前给他们 送一份视频 再给他们丢上 180块钱零花钱 你说今年拿什么看他 家里一贫如洗 老胡还要想办法过年 这愁得他几个晚上都彻夜难眠 就在腊月二十的晚上 老胡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 忽然我想到 咋会先毛笔子 咋不走上街头 给他买个怼乱 老胡从文具门事部 收了一些纸 收了一些笔墨 然后搬一张桌子 就在街上摆起了摊 乡亲们听说 胡书记摆摊卖字 认识的不认识的 都来凑热闹 就这样 老胡的地摊 一直摆到了大年三十 老胡大致盘点了一下 发现赚了一千多 用这些钱 老胡终于把年给过了 读这个年冠 我们极心算 又得到了七十 就是我们感到做生意 确实还是一个生才之道 就是能把这个生意做起来 可能我们这个缓缓的楼子就找到 为了多挣钱 2002年春节刚过 老胡就在街上包了一个小饭店 为了省钱 只雇了一个厨师 一个服务员 剩下的工作 老两口全包了 我又在这个朋友给钱 又借了一点钱 要买菜 要拉着美秋 这些都要搞 老两口早起晚睡 一天忙活下来 骨头都像散架了一样 但饭店也在新牢中 一天天红活了起来 到了年底一算 赚了两万多 也就是在这时 老胡忽然决定要关闭饭店 正好两万块钱 可当时这个五万钱的债 就欠了咱们四五万 就说这么两万 但是还有四五万没要回来 要不回来 所以咱说你挣好钱 还拿不掉 手上不能还债 原来西城里边的人都熟悉 吃饭记账的比较多 老胡要账多了 人家又嫌烦 所以很大一部分钱 没有收回来 老胡没办法 只能把饭店停掉了 停下来以后 到这个2003年 再有办一个养生堂保健院 可是由于老胡的思想太超前了 县城里的人对保健院的项目一时还消费不起 老胡开了没多久 就又一次被迫停了下来 一些能处理的还换了一种账 老胡的两家店连续关门 可还债的路还没有到头 不久之后 他们在县城的一个路口又开启了商店 王金梅刊店 老胡自己负责进货 就这样坚持 我们的商店比别人开门都早一个钟头 比别人关门都晚一个钟头 才现成大家都有一个习惯 就是晚上吃了买不到东西 就找习惯了个商店 老两口就这样一直坚持着 然而2005年底 由于街道拓宽 王金梅的商店面临着要被拆除 夫妻俩一下子又面临着重新选择 这可急坏了老两口 老胡本是个退了休的公务员 这招好成了下海闯荡的个体户了 五年里换了五个买卖 挣了赔赔了挣 比小青年还能折腾的 没办法呀 谁让他一个人承担了这么多债务呢 咱们往进一步说 他当年是这些债务的担保人 那借债方还不上钱 当然就得找他这个担保人了 老胡跟老伴 算不上是老当义壮 总这么起早贪黑 时间长了就能落下病 他更不是老计福利 因为不是志在千里 是生活所迫 这钱要就这么个还法 那还不知道得还到猴年马月呢 可是在节目一开始 我们也听到了老两口说 最终把这钱还上了 他们是怎么还上的呢 明天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是卢一鸣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